大家好,我是文瑞 今天出来这个办事 然后呢,刚刚回到这个酒店 然后回到酒店呢,就打开这个电脑 一看就是又发生了很多很多事 就感觉整体整个中国这个社会 要出现大规模的这种紊乱 就这种感觉 然后咱把这个事情一起来看一看 然后我再给大家做一下分析 就是感觉这个事情的肥瘦 是怎么呢,出现这么多事 而且事都非常非常的奇怪 都聚集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前后的一个时间点 看到一个什么事呢 就在中国啊 就是做这个长途大巴 做这个长途大巴 然后做长途大巴呢 就有警察上来 上来干什么呢 看你系没系安全带 如果你没系安全带 直接它就有一个设备 是刷卡的设备 还是什么设备 直接发款 然后呢,他就给你发一个什么 就是像这个发票之类的东西 哎呀,我天儿 我是真的是 这是真的是 是什么 现在这个中国社会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 你说 当然这里面我得说啊 你要做大巴的话呢 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为了你自己的安全 但是有的时候 有的人没系 你就说一下就完了呗 对不对 警察上来 对吧 紧张拿着这个 就刷卡的机器 可能是直接上来罚款呢 就是这穷的都穷疯了 就到了这种程度 他脑子里面想的 就是怎么样能 从老百姓身上割韭菜 想的就是这些 否刷卡的 他不会想出这种办法来 对吧 然后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事情 类似的一个事情 他这个文字 我简单给大家念一下 但是这么说 他说 真的没钱了 上海警察开始 对后排不计安全带罚款 一人两百 网约车和出租车 一查一个准 基本每部被拦去的车 都被罚款 警察不问司机收 就是不向司机这个收钱啊 直接向乘客收钱 对吧 就出租车 包括网页车 你直接拦下来以后 直接看你后面 就让你都没有准备 你没接安全带 好 直接罚款 跟司机不说 就关键让乘客赶紧交钱 然后 然后这人就说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就提醒大家 莫名其妙出去打车 吃个晚饭 被罚了400块钱 就这个人啊 他和孩子 没接安全带 但是这里面我也得说啊 建议大家 就是要求大家 建议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这是对你的这个健康的 这个就是 对你的安全负责 但是 这个事情也太离谱了 对吧 你不至于罚款 你就教育下得了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是真的 这还是 这另外一件 还有一件事啊 你看他全都赶到一起了 还有一件事吗 就是有一个司机开车 下购速 下购速以后 他显示那个 那边显示的是340块钱 他以为交340就可以了呗 人家收费站 要交385 对吧 那你说为什么 人家不给你解释 你就交385就完了 你也不要慰问什么 如果你不交 以后你就不要再上高速了 人家就是这个收费的人 就这么霸道 对吧 你要不交钱 以后你就不要上高速了 就这样 是不是 然后呢 他没办法 后面有很多车牌的 他就只好交了385 本来应该是340 交了385 然后呢 问题是什么呢 让他非常气愤的 就是打出那个单子嘛 收据 发票 上面显示的依然是340 那多出来45元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清楚 到哪去了 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就这么玩 对吧 到处都没钱 反正我就说 很无理的 就管你这个收钱 至于说 你怎么想 对吧 至于你怎么 你怎么去处理 他他不管 就到了这种程度 那就是明抢啊 对不对 然后这是第三 给我看到的事情 然后呢 第四在广州 广州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叫走路罚款的模式 就是你走路的时候 没有走到这个 远行横道这个位置 直接就给你开发单 走路罚款 哎呦我的天 就是这很多事情 包括在韩国的 这些事情吧 刚才我说到 坐大巴 那是要系安全带 坐在后排 也要系安全带 对不对 走路是要走人行横道 但是他不至于罚款 一下子罚这么多呀 是不是 刚才那个人 他孩子两个人 就400块钱呢 这个钱 太多了 就他们根本不是说 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为了社会治愈着想 不是的 他就是要挖韭菜 就是要罚款 他没钱了 渴得都不行了 到处也没有水了 就这种感觉 你知道 然后呢 还有就是 今天看 这个不是最 不是今天看到的 前两天也看到了 就是 就是中国冒出了一个什么呢 三人同一罪 就三个人穿 三个人或三个人以上 穿同样的衣服 就犯罪了 除非你得提前这个报备 还可以 就是说 好像看到的是消息 就是说 在体育场啊 还是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啊 有四个人穿同样的衣服 去体育馆 好像就不行 对吧 就这些事情 我看的有人留言 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世界笑话啊 草木皆兵 风声鹤唳啊 这个真的是 怕得要死 极度心虚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中共就到了这个程度 但是我说 这个第五件 就是三人同一罪 他这里还真没有说 提到罚款这个事情 但是我想他们可能 也会扩展吧 以后 你这个穿同样的衣服 也要罚款 这个事在韩国出现 可麻烦了 韩国社会 它是一个 就是说 特别喜欢穿这个 同一服装 穿制服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在韩剧里 大家可能有影响 小孩啊 学生啊 对不对 都穿一样的校服啊 然后那个 就是说 大学生啊 也穿那种 大学一样的那种校服 当然这个不是必须的 但是学校都有卖的 这种校服 然后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你到牙科啊 到什么这个 什么门诊啊 到什么服务场所 他们都是 要穿这个一样的衣服 然后呢 就是中午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穿这样的制服啊 同一服装 也出来吃饭 那在韩国的话 那假如 那整个一中午 那这个警察得到处抓人了 就得 就是说 他能荒唐到 是一个什么程度 你就可以感到 这个中国社会 慢慢慢慢就 他出一种失序 出一种失控 出一种混乱的这个状况 然后还有一个声音 就是这个 广西防城 广西防城港市 就是他这里面这么说 一条不同寻常的指令 在空气中悄然传播开来 财政局局长 赵雷一项严肃 筑成的官员 近期带领团队 对交警支队进行调研 他以坚定有力的声音说道 交警同志们 现在是发挥你们 主动性的时候了 为了试财政收入 你们需要 我们需要大家 努力完成预期目标 目标 就这样的一个话 就是财政局的局长 然后到交警队去督战 让大家发款 你看今天我说这几样 都是好像跟交通有关 大巴也好 网约车 出租车司机 高速公路 然后走人行横道 包括财政局长 到交警那区 督战等等 这些事情都是跟交通有关 就是说现在 很多很多的地方的财政 因为土地财政的枯竭 土地财政现在彻底是不行了 土地财政 你像北京都出现了 一加一 一送一 买一送一的这种情况 土地财政是不行了 但整体上财政是特别困难的 怎么办呢 到处在想办法 这些人 就每天他就老是琢磨 开会 琢磨 怎么创收 你们说吧 咱们从哪来钱 是不是 那外资也走了 名企业也倒了 只能是从老百姓身上挖韭菜 怎么办 好 那有人举手了 我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对不对 我们就到那个 对吧 长途公交汽车站 对吧 包括在这高速公路上堵着 突然上去搜查 突然上去搜查 肯定有很多人没接安全带 对吧 咱们职业就罚款 对吧 一定要记住突然搜查 然后这话音一落 那这领导就高兴了 鼓掌 对 你这方法好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开始集体行动 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开始了 那问题是中国老百姓 能有多少钱呢 对吧 能有多少钱 大家这么折腾啊 对不对 你这边出国 坐个出租车罚款 坐个大巴罚款 开上高速公路罚款 然后回到家以后 发现水电气 全都涨了 全都罚款 是不是 那你说是怎么涨 日子该怎么过呀 中国老百姓 哪怕是再软弱 哪怕是再好欺负 对吧 那真正吃不上饭的时候 对吧 大家都吃不上饭的时候 那大家一起上街呗 对不对 我们要吃饭 是吧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 中国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反抗了 就是这样的 最近这段时间看到很多 就是一般的民众和这个城管呢 包括警察 针对警察反抗的事情 已经是陆陆续续出来很多了 如果说视频 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么多的话 那真正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就更多 只不过有些是 没有被拍成视频罢了 就是这样 包括冲击一些政府大楼啊 对不对 我们看到陆陆续续 很多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真的 再这样下去 就全都完了 你看这两天 习近平还在那折腾了 对不对 还要跟美国对着干呢 是不是 还在那装老爷 往中间一坐 是不是 让人家美国的 就是说 布林肯坐到他的下面 你有啥资格 你有什么本事 你有几斤几两啊 对不对 你这么做 最终就导致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的崩溃 老百姓生活的困苦 哎呀 真的是 想起来都是觉得挺可悲啊 整体这集呢 就简单和大家说那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